喵 喵 柚子我們今天真的要去找貓咪 柚子你今天真的會看到貓咪 而且有兩隻貓咪 對 我們今天要去找的是那個 一加一的 令跟一令 前年吧 他們做的那個拉麵的東西 嗯 對 受歡迎 對 然後這應該是我做功課做的最痛苦的一次 因為有一個開邊抽要吃 你很喜歡吃拉麵 我還蠻喜歡的 我也很喜歡吃拉麵 但是那一支片出來之後 所有的拉麵店就都爆炸了 所以我也是受害者 其實聽說他們好像還有其他的計畫要做 對 對 所以如果你有自己想要吃東西 千萬不要被他們知道 好 那我們就一起去一加一的家 好 他緊張了 他第一次看到狗 真的嗎 對 他只是比你大隻 大隻隻橘色而已 我們在一進來之後 就遇到貓咪跟狗狗的對峙 沒有對峙啦 就是單方面對峙 他直接拱起來 他還講到自己很大隻 他常這樣嗎 不常 因為柚子非常的喜歡貓咪 不是這樣子玩的喔 這樣說喜歡我不信喔 不是這樣子喔 沒有他是真的很喜歡貓 可是他都會 就是不知道怎麼表達自己的愛 看戲 在那邊 柚子在那邊 那裡 欸 我看到他 欸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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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冷靜冷靜 冷靜 有話好說 有話好說 我跟妳講我現在淘汰了 哈哈哈 瘰布 他現在對 魚竿已經沒有興趣了 對 但是 好啦 最後一次喔 我的天啊 完了 完了 噢噢噢噢噢 最後一次就是那 豆貓棒的最後一次 哈哈哈哈 那今天我们来到的是一加一的办公室跟住家 那合在一起 对 你们自己是习惯让办公室空间跟生活空间是合在一起 一开始不习惯 但是省钱 只要住一个地方就好了 而且到最后我们 其实拍的东西有时候也骗生活 因为有时候要煮东西或什么 就很习惯 就都待在一起了吧 因为我看那边空间要拍什么 跟食物有关的也可以很简单 好 那我们就直接来吃吧 谢谢你们 不会不会 其实每次想到你们的时候大家一定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件事情 因为之前也上边各大新闻就是跟拉面有关嘛 哎呀 还有想要拍摄类似的计划吗 应该是这礼拜啦 会出一集跟台中有关的 台中拉面 台中的拉面 对 那台中这次你们台中拉面是吃几间 大概五六间 因为跟之前台北拉面拍摄的方式不一样 之前台北拉面我们大概耗时了半年 然后还找了其他的YouTuber一起吃 然后慢慢吃慢慢拍 然后这次的台中拉面是我们集中在可能四天三夜把它整个拍完 那我们大概就是中餐晚餐吃中餐晚餐吃再来中餐晚餐吃然后吃到地胆屋层超高这样子 但是吃拉面你们会不会最后越吃越饱那个味蕾会泡掉吗 其实我觉得还好耶因为到后面会发现刚好我们可能也会特别找说 每个各有特色不同的拉面 汤头都不一样 吃一吃又是新的拉面好像又可以吃了一点 可是你们为什么会想要开启就是拍拉面这一系列 其实是一个在日本很随机的事件 本来那时候只是单纯去日本玩 那因为那次刚好有一个朋友他就是非常喜欢吃拉面 所以 猫咪好大声 要救他吗 当他不存在 不行啦 他来了我们就不用拍了 他是当背景音好了 所以那时候就跟着试着他吃 然后才发现原来拉面的世界是这么的不一样 他之前会认为拉面就是 就一拉那样 最好吃的 对就代表可能都是那个味道那个样子 然后直到那一次拍摄完才会 完原来这个完全不一样的层次 所以你们疫情前大概一年会去几次日本 三次左右 我大概 在两个月去一次 日本华侨是不是 大概六次六次左右 所以你们去那边也都是去逛街为主啊 然后搭配一两个景点 因为我其实很讨厌 像战斗一样 一天行程 几天要去看什么镜 我比较烦的就是我想要 秋在那里 然后看日本人在干嘛 不然想上班族怎么起 节育那样的感觉 对对对我也会做这种事 但是我以前不是 因为其实我们家 我家人也蛮喜欢去日本 我觉得我每次都会帮我家人 可能一年也是会安排一次去日本旅游 所以我喜欢 每一天至少都有一到两个行程 才不会浪费那个钱 直到跟他去了第一次日本了以后 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刚在一起不久 我那时候是一个完全没出过国的 对 的人喔 我还骗他说 上飞机要脱鞋子他还真的给我脱 对啊 他就看到空姐的时候 空姐不是说 欢迎光临 然后他就开始 讲一下 到底谁会开这种这么无聊的玩笑 那你还是真的这样做了 然后后面还有一排人你知道吗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就 排了很多行程啊 我还想说我要去迪士尼啊 要去干嘛 要去逛服啊 然后结果到了第一天 我就直接放弃了 为什么 因为我发现 他待一个地方他如果爽的话 他觉得我在这里再多跑一点 我想去这边我想去那边 他就是开始随便乱逛 而且如果我今天去这个点 我好喜欢 然后逛不够 我会跟他说 臭美的居住 你也在 对对对对 就是算了 我们可以为了他 这整天都这样吗 对对对 但其实对很多的亲密来说 出国算是一个 考验感情的事情 对你们来说算是吗 是 是 有因为出国出现什么摩擦是不是 我们好像有一次是去泰国 那一次好像我后来跟他聊天 才知道他其实当下 有想说他就分手算了 什么时候几年的时候 没有他在我们今天在要录影之前 他还跟我讲说 给我点面子 给我点面子 然后我就想说我这个就不提了 他既然讲了我就提 可是其实那个时候 因为我那时候 泰国是跟他的 他的朋友们一起去泰国 然后我大概在第二天或第三天 我在那个趴他痒 就开始水涂不浮 上吐下血 然后体超虚 然后那个时候泰国又很热嘛 然后他就一直很想要去那个 卡古卡那个市集 就跟他说 不然你就自己跟朋友去也可以 他说不要啊 要就一起去啊 然后硬要我一起跟他去 然后我当下都很不舒服 我后来回想我真的好渣 但是我当下其实是想说 应该还好嘛 因为他就是 外表看起来很正常 我就猜想他是不是 他可能心理因素不想去 或是觉得无聊之类 或是觉得太热或什么 他就觉得我可能脚底底之类的 但是可能我那当下 我真的是不舒服到 我觉得我可以随时昏倒那一段 然后后来我就觉得天啊 这类的也 太没有把女朋友当做一回事了吧 然后还生气说 我那时候卡了他的行程 还是不能让他逛歌 他那个时候当下在那个市集 还跟我生气 完了我这期会变渣男 没有就是 他年轻的时候不懂事的时候 他现在已经很好了 但是我后来想想 其实我是有种情绪热索 所以那时候我就会跟他说 你如果真的不舒服 你应该就不要来啊 我们都来你才说要回去 这样 我真的记超久 然后当下回来的时候我就想说 这个人真的是 我还要跟他在一起 那我怎么 我怎么还有机会啊 我忘记了 后来回来的时候 好像我也 身体好了以后就忘了这回事 就算了这样 对那直到有一次就以前 也有曾经有聊过这种话题的时候 我讲了他才发现说 原来我那时候超级生气到这种地步 我才站在他的角度去思考自己 原来我这么差 因为后来有几次出国 是我身体非常不舒服 刚好对掉 然后他对我的方式就跟我完全 完全不一样 他就是很 其他行程就不管了 就在你旁边 然后跟着你照顾你 巴士巴娘 因为我那时候 把整个浴室吐得到处都是 他还把他清干净 然后我想说他竟然可以清我的 那些呕吐物 然后也没有讲任何一句话 不然他干嘛不然他会洗澡耶 想这个人真的 所以才会回想到以前这么糟 应该有算是借由出国的方式 去锻炼你们的感情 我们之前都说 就是如果情侣想要 确定要同居之前 我就建议先出国 那时候出国就是算是我们的同居之旅 第一次长时间待在一起 那时候他也很智障 他以前就是很智障 你不能说智障 然后没有说原因 对不起 他那个时候真的比较不懂事一点 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去了日本了以后 然后他过不久 他也是要去当兵 但是我不知道当兵是什么时候 然后他就在 我们那时候去日本的 第二天还是第三天的时候 突然在地铁那边跟我说 我想跟你讲一件事情 就是我日本玩的隔一天我就要去当兵 然后我就当下 就觉得我当了 你怎么现在在这个时候跟我说 那这样子我日本行怎么玩得下去 然后我就还在地铁犯类你知道吗 我觉得说这也太快了吧 为什么现在才跟我说 然后就 就我就是整个心情很不好很不好 当兵的日期不是前一段时间就会知道 对 但是他就是无聊骗我 我只是无聊好玩 然后我就很不爽的就是回饭店 没有 我没有想到他的反应会这么的真实 因为我本来就是决定没有要跟他说 就是反正回去就怎么样 然后他说最后看他真的 不高兴的跟他说 其实我是骗你的 我开始直接大爆气耶 在那个捷律那边哭 还记得就是走那个地铁 一路一路的楼梯下去 然后真的好累好累 就晚上很累要准备要回饭店的时候 在那个等地铁来 他就说好啦 其实我没有啦我骗你的 我就是当下就 好无聊喔 这个什么无聊的开 超无聊的玩笑耶 我在想我那时候可能是想说想要有一点就是 你会说啊那我们会好好彼此珍惜这段过程 这个日本系这样 那我们没有想到做成反效果 那你们同居过程还算顺畅吗一开始 我觉得算顺畅耶 算 算有一些彼此之间的那种 不习惯的生活方式嘛 例如挖乱丢 然后我 或是不喜欢洗碗 但我们后来就有一个结论就是 忍到对方忍不住 那个人就去做 看谁最在意这件事情 对所以我们有时候在玩那种难耐考验 就是心里想说这边好多碗喔 那我先不要洗 我看他什么时候洗 我那他自己在玩 没有人要跟你玩游戏 但是我同居过后 我就是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是我原本有洁癖 你有任何的外出过后的脏衣服 是不能碰到我的床 刚同居的时候 他的前一个礼拜 就直接把我的那个洁癖给打烂 没有他就不在乎啊 也不是不在乎 不能这样讲 没有他就是比较没有这样子的解译 我觉得我这一集根本就是渣男 听不关他说的话 然后又故意爱整人 没有这个都是很久很久以前 他现在已经非常的成熟 现在我们的相处非常的融洽 对 对 因为我现在也没有 你这样讲就根本没有包包 没有 我现在也没有床的洁癖啦 我觉得都还好 对 好 你可以继续讲我 继续讲 真的觉得有点紧张 但其实我觉得那也还好 就是 因为两个人都要住 我也不能逼他说 他都之前工作都很累 然后回来还要硬要洗澡 然后衣服没办法丢在床上 我就是也没办法去控制这件事情 所以后来这里就还好 嗯 虽然这个几率应该有点小 但我很想问这个问题 就是你们有曾经想过说 如果万一 不小心分开的话 频道会 继续 你经营吗 有啦这个话题还好 我觉得我们很常在聊 嗯 可是我就想说 我就说你们有可能就是 如果是单纯的工作伙伴 你们是有办法 我好像会没有办法耶 我也没有办法 因为我也没办法切换那个身份 因为就算现在好了 我们的工作跟时事其实有时候 都是拉在一起讲的 就我来说我可能在讲公事 他就说我是你女朋友 讲到这句的时候 我就会没办法再工作下去了 嗯 但我会说这句话 并不是说 叫他不能那么的生气或干嘛 是 因为我们太熟悉彼此了 公事是是混在一起 然后就会讲到自己心境 他的态度 工作上的东西 然后大杂贵这样 嗯 其实我们一直觉得 出国好像就是有点像是 交往就是会遇到比较困难的事情 像我们在出国每次都发生超奇怪的事 例如他在香港你掉了护照 然后我掉了相机 或者我们在纽西兰的时候 我把车子往海里开 蛤 蛤 我为了要拍摄一个画面 然后往那种 就是跨到海里的地方 然后没想到那边就把车子卡住 然后那个地方都没有讯号 那时候就是我开 然后他用红白鸡 结果到达了那个 诶刚上了杀石的地方的时候 哇 车子往往前进 前轮直接卡住 我不敢倒退 或者后退都不行 另外一边也是 重点是那一天 他有一个拿来纽西岸 一定要去的地方 他就像是说什么 世界几大奇观的 你没有去 你可以说你没有去纽西岸 然后我当下就是心里想说 我完了 我真的要害他解决 因为我没办法处理 嗯 非常对不起 王一丽 然后觉得我这种有白事 真的为了想要飞那个空拍的景 然后让车子卡住 然后接下来行程也没办法去 这还是 这个是他一直最想来的行程 然后接着没办法去 但就是加上这个算比较后期的事情 所以其实前面已经发生了很多事 我们都已经彼此磨合到 他进来那天 我以为他会大神机 他就会说 没关系解决就好 也不可能 每一天都过得很顺遂的 对不对 可以有办法解决就好了 就是经历那件事情后 我们就觉得好像其实 好像没有什么太难 嗯 太难过不了事 只要好像彼此都觉得 我们想要一起解决 就好像可以完成 反正就因为很多次的出国 然后建立了更多革命情感 对 你们的影片下面 或是很多留言常会出现 集合是什么意思 结婚这样 结婚 因为我们的观众知道 我们已经交往大概 9到10年了 然后我妈就反正说 我现在也不用催你啊 反正你观众都会一直叫你结婚 那你们自己有 讨论过这件事吗 讨论什么在比较 集合啊 我们一直都是自然 就不会设想太多 那如果今年觉得好像可以结 就可以 但是今年呢 来 这几年呢 这几年 我特别有觉得压力特别大 很多的创作者就开始结婚了 所以他又一个结婚草 等一下可是别人结婚 为什么你会压力 对我本来有 不关我自己啊 但是就是会有粉丝贴连结给我 就变成说我们已经变成是 好像是这个创作者圈 最后一个结婚的 准 准夫妻YouTuber 对 但是对我们来说结婚其实 好像生活不会差异很大 完全不大吧 毕竟我们已经同居满久 就是差在身份证多则一样 对啊 结婚就觉得很多事情是 要表演给别人看 例如婚宴啊或什么的 但如果要结婚 我宁愿是我们两个人 自己的小空间 然后我把我想说的话告诉你 然后你们是最后才知道就好 因为我想把那一刻子留给他 什么表情 什么表情 什么意思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 什么意思 怎么了 我不小心误藏了进去 不是我第一次听到这样子的 有啦我已经讲过啦 留给你的 配了一下配了一下 好谢谢 没有了 说什么的事情 叫他开箱那些过程 我觉得很厉害 两位一起接电 我就快吓死了 你有看过不厉害的人吗 会剪片尾牌店 又会修水店 然后一期有期 赞 后来他想起来还蛮有趣的 是因为他每次的东西 都是要自己先尝试过 后来发现的时候 他真的不行 他再出去 找到去找专业的 这样 你好怪喔 没有 我后来有慢慢觉得 我应该是喜欢那个 成就的感觉 然后讲出来 让别人知道的时候 他会有一种反应 哇你也会做这个喔 但我发现在他身上 我拿不到这个快乐感 不是因为你太常这样做了 你知道吗 我这样子又要呛你了 没事没事 讲优点最后都越来 他原本来这个新家 他原本想要自己接网路线 他弄了好久 看了好多支影片 然后以后说 他是找专业的来好了 然后结果后来还是 先专业的用 没有啦 最后我自己弄的啦 所以我确定 这是我自己弄的 那这一次你还是有找专业的啦 对对 那他 对好 最后还是我自己接吻 嗯 大概出来类似这样子的事情 大概可以重复个五次 不是这个真的很屁毛 这真的可以用吗 这这样好像老不老气的 生活琐碎事情 对 那你们接下来还有什么计划吗 还是你们都是属于 遇到了什么 你是问哪边的计划 诶 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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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计划 什么 没有 等一下你这个到时候影片下面又要刷一排 不是 家庭计划吗 不要自己乱Cue好不好 你会想到别的计划 工作上的计划 想到别的 我最近比较敏感 就是 会不会这样子问 我傻眼 我们其实每次都会想说 一年要做一个什么东东 预定是年初要想说 可能 2022可以做什么 但现在已经年初已经过得到 二月底了嘛 对 我们很喜欢就是 可能有想到一些东西 但还没知情我们就先不要讲 等到我们突然间有一天 做出来了 嗯 然后就跟人家说 诶 这是我做的 或是人家发现之外说 对啊我做的 我喜欢 惊喜的感觉 那个成就不是跟你说我准备什么 比如说拉面就是其中一样 对 对啊 好啦 今天非常谢谢 非常谢谢你们 这很像这个夫妻日常 然后再讲一件琐碎的 可以啦 大家喜欢听这种 就是很私下的东西 会幻灭吗 会觉得跟我们萤幕上不一样吗 好我们可以放在那个片尾 最后那个Rocca那边 有得到一句一笔的称赞这样 现在下载Harmie Video App 并且订阅CAD 就可以抢先14天 看到我的最新影片 我们下载Harmie Video App 我们下载Harmie Video App